离啥 什么书 你干哪儿找人的 我从 我打印卷子没纸 就从小书包里翻出来的 小书 这到底我不会做 看我园园 园园 园园 你小书病了 你别你烦你小书了好不好 怎么小书跟小书都病了呀 那你就更得听话懂事了是不是 要不咱上医院吧 你别老这么扛着了不是事啊 没事不用 园园赶快回我 小书病了就传染了你 传染就传染呗 那就不用上学了 你说啥呢啥不上学了 那反正爹也不会做 明天明天去也是来说 我看看 你别看了我看看 啥不会做呀 我看看走走走咱俩呼呼 爷爷给你看看去 爹爹你会伤榆数吗 啥数 伤榆数 啥技术余数 爷爷都会 哪道题呀 就这个 我看看 离啥 什么书 你干哪儿找人 我从 我打印卷子没纸 就从小书包里翻出来的 想吃点啥不 不吃了 你歇着了 你心里要是有啥事啊 就跟爹唠唠唠唠 别一个人憋着 没事 可能就得一两天累的吧 睡一下就好了 你是大学生 懂得道理比爹多 隔天还是想和你说句话 这人活一时啊都不容易 都得遇上这个 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事 你说这世上哪有过不去的坎啊 那有些事呢 就摆在眼门前像个西瓜 大的吓人 可这事过去了 你再回头一看 还不如个芝麻烈大呢 知道了吧 放心吧 咱家最近呢是走入低谷了 竟遇上些个不通过的事压在身上 压得这人呢都喘不上气来了 这叫祸不单行 可古话还有一句 叫福祸相依 就是啥呢 有福必有祸 有祸必有福 你说咱老池家把这祸都过完了 那剩下的 那是不是全是福了 福祸相依